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鱼姐姐 今天又要跟我的好朋友一起说故事咯 我们来欢迎小都 大家好,我是小都 小都,我们今天要说什么故事呢? 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是这个 何处是我家,帮林角霄盖个家 那我们就来听故事吧 何处是我家,帮林角霄盖个家 从前有一对相亲相爱的林角霄夫妇 生活在树洞里面 林角霄他们天生不会竹巢 所以只能生活在天然的树洞里面 林角霄妈妈正在树洞里孵蛋 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小宝宝快快长大哦 林角霄爸爸负责在外面找寻食物 希望一家人都能够温饱 我来看看哪里有好吃的 这里有炸毛,这里有小虫子 到底要带什么食物回去比较好呢? 一个月后,令人期待的林角小宝宝诞生了 哇,有哥哥,也有妹妹 哎呀,老婆,辛苦你了 太好了,宝宝们都很健康 哥哥跟妹妹逐渐长大 也跟着爸爸妈妈学习飞翔 来来来,这些是我们的天敌 这些是我们可以吃的食物哦 如果要飞的话,要像这样子拍拍翅膀哦 嘿嘿嘿嘿嘿嘿 哦,我知道了 不是这样子吗? 哦,应该是吧 嘿嘿嘿嘿 哥哥跟妹妹渐渐学会自己觅食 要离开树洞自己独立生活了 哦,爸爸妈妈再见咯 我要跟哥哥去外面生活了 哎呀,孩子们,你们保重啊 再见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妹妹竟然找不到树洞可以住 只好躲在垃圾桶里哭泣 将垃圾当食物 呃,呃,肚子好饿哦 呃,呃,好可怕 同时,哥哥也找不到树洞可以住 只能躲在铁皮屋的细缝中 哀伤地想着家人 呃,呃,爸爸 爸爸妈妈 妹妹我好想你们哦 哭哭哭哭 masa 兄妹俩一起回到 以前小时候的家 想探望爸爸妈妈 只是他们却再也 找不到以前的家了 妹妹站在电线杆上 哭喊着需要帮忙 呃,爸爸呢 呃,家怎么不见了 妹妹,你不要哭了 哥哥会陪着你的 哥哥发现到以前住的地方 盖了好多工厂 树木都被砍掉了 爸爸妈妈都不见了 爸爸妈妈不见了 我们的家也不见了 这时候,天空突然间下起了大雨 天气开始变冷 兄妹们只能躲在破旧的房子角落 顺顺发抖着 好冷哦 地下都好大哦 大力 终于有好心肠的人发现这对兄妹 将他们放在纸箱里面 送到动物收容中心 你看,这里有两只灵脚梢 天啊,他们看起来好冷的样子哦 我们赶快带他们去动物收容中心吧 好,在动物收容中心 虽然有食物可以吃 他们还是想要回归自然 寻找爸爸妈妈 开动了 有好多头哦 好吃好吃 要是爸爸妈妈也在 那就好了 好想念爸爸妈妈哦 小朋友们来到动物收容中心 关心他们 知道灵脚梢的树洞都被人类破坏了 变成无家可归 他们都觉得非常难过 哎,你看,他们好可爱哦 对啊,我喜欢那一只猫头鱼 什么啊,他们的家被破坏了 好可怜哦 哦,怎么会这样 那我帮他盖一个家 我也要,我也要 但是一棵树要天然形成树洞 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能够使用废弃的环保材质 来做潮箱取代树洞 直接钉在没有树洞的树上 首先要拿一些木板 哦,那我来拿铁锤 好,我们来帮灵脚梢盖家 呵呵,看我的 小朋友们前往尖山皮环境学习中心 一起帮忙灵脚梢们盖许多潮箱 哎,你看,我盖了三个潮箱哦 哦,你动作太快了吧 我才盖了两个耶 哎,你的潮箱也很漂亮耶 对,希望他们会喜欢 嗯 就这样把灵脚梢兄妹俩送到树上的潮箱 希望他们能够回归自然环境 哎,希望你们两个可以好好的长大哦 对啊,对啊 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生活 拜拜 再见咯 灵脚梢兄妹住在潮箱后 很奇妙的 他们顺利找到失踪的爸爸跟妈妈 孩子啊 孩子,我们在这儿 哎呦,太好了 终于找到你们了 爸爸 爸爸,妈妈 我好想你们哦 最后灵脚梢一家人 幸福快乐地生活在台南的西拉雅国家风景区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守护森林 守护动物们的幸福家园 太好了 哇,听完故事了 小都,你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好听的故事啊 哦,这是110年环境教育会本征选里的得奖作品哦 这里面的作者有 这里面的作者有李淑菲,李安哲,刘红毅,刘雨昕,望云岁 哇,谢谢我们环保鼠 还有以上的作者们 让我们今天可以听到这么好听的故事哦 那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我们也要记得要爱护环境 才能让林角肖有好家可以住哦 其实啊,只要我们每个人多注意环境 不只林角肖 所有的动物啊,他们都可以生活在更好的环境哦 没错没错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